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抱歉 这次真的嗓子伤得比较 好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后来接受医生的建议 就是三天三个整天都不要出声音 他就会恢复的快一点 所以我想也很好建制佳境 都不用担心 好 今天我们一样 进入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分享 这里进入到其实第四章 佛教东传中国之后的发展 包含影响 那已经来到第五个篇章了 人间佛教跟政治的关系 一讲到佛教跟政治 好像都会觉得是很敏感的话题 其实大家想一想 政治就是管理人民的事情 就是有关我们人民 有关大众的事情 那佛教是要解决人民的 面对的生老病死 从生活到生死的所有问题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共同的词句 就是都是大众 都是人民 所以怎么能够完全说 都好像脱节一样 都不相关呢 我觉得也不要把它 太过好像把它定掉某一个色彩 这个凡事都要看 我们是关心政治 因为我们关心人民 包含我们都是人民 我们当然要关心 但是我们不去干涉 不会去从事这些工作 历来其实佛教 它安定人心 间接的就是辅助了 整个社会的和谐 所以怎么能够没有关系呢 好 我们来看 183页 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动 护持 佛教得以在中国生根发展 师父在这里 几乎把历代 从佛教传入中国 历代的皇帝 从东汉明帝 一路从五国的春泉 南朝的梁武帝 北魏孝文帝 隋文帝 唐太宗 武则天 宋太宗 还有清朝的康熙 雍正 乾隆皇帝等等 都对佛教在中国的红传 有着重大的贡献 尤其在隋唐两代 这是展开出中国佛教 历史上最兴盛的一页 隋唐时代的佛教 是最为灿烂辉煌的 这当中师父也列举到好几位皇帝 最后也都是放下权位 出家修行的也有几位 所以我们过去在看 在印度 佛陀的本身故事 过去身中 哪位国王 听到佛法 然后就舍王位而出家 就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 说例如 梁武帝 这个大家比较知道了 梁武帝 唐宣宗 还有顺治皇帝等等 又如在云南的大理 从南朝时期 龙顺王把佛教中为国教 到大理国时代 二十二位皇帝中 就有十位出家了 接近一半 说上至国王 下至庶民 都以出家为荣 全民独信佛教 其实这样讲起来 不止中国 你看泰国 即便是太皇 就是他们的国王 一样是要 有几年出家 当然他这个是属于 短期出家了 得要经过出家 然后才可以有资格 去当太皇 所以这些都是 佛教很受到尊崇 包含师傅提到 慈禧太后 喜欢人家叫她老佛爷 好像跟佛教有一个 什么关系 有个名号 觉得好像很崇高 很尊荣 好 这些许多帝王 以佛法治国 推动人间的政治 推行人间的佛教 而历代高僧大德 虽然不像帝王将相 直接掌权 但是爱护国家之心 是一样的 他们欣喜国家 涉及的安危 关心庶民百姓的 忧悲苦乐 有的是以国师的身份 来辅佐皇帝 有的是出家人 但是去担任宰相的工作 像南朝刘宋 被称为黑衣宰相 因为海青是黑色 黑衣宰相 惠灵法师 他因为受到文帝的信任 所以入京问证 像有一些 在佛教里头的高僧大德 你比如说玄奘大师 也是一样 皇帝也要请他担任什么 但是他就是请求 就让他翻译就好 就是像这样 就到玄奘大师元吉的时候 当时的皇帝就证实国宝 就失去了国宝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包含后面 提到说北魏 说法国法师 受北魏太祖 太宗以众 时常请为咨询国师 宝治禅师是梁武帝的国师 唐朝会宗国师 是三朝皇帝的 受到礼遇 都担任国师 所以说历代担任国师者 不止百位以上 他们以出世的心 做入世的事业 辅佐人亡治国 让君王感到安心 更能为国家设计奉献心力 其实说到这里 我就想到 在台湾 蒋经国总统的年代 有一次请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 我忘记那个场合是什么 就是请师父去讲演 当然蒋经国总统在座听 五院的院长 部会长都在那里听 师父在那里讲话 这样子也算是 当时师父提到 就是在台湾 应该就是说 应该有要选出 选贤允能要选出 用台湾人来治理台湾 当时有那样建议 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 应该要 两岸要开放探亲 尤其要让老兵 回家去醒亲 这是一个人道的问题 这样 当时 这两件事情 后来都起了相当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师父 他的远见 当然对于 这个执政者的影响 这也可以讲 这是人间佛教 在融入 整个的国家社会 在融入的这个过程中 也一定起到一定的影响 受到相当的信任 因为是客观的 还有他的高瞻元祖 是受到尊重的 像这些 我看这些说 历代的多少 尚不止百位 国师 我们的师父 应该也是类似这样子 像道安大师说 不依国主 则法是难立 说提倡政教合一的思想 那么政治需要佛法的指导 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 正派的佛教 从来没有反对过政治 国家富强 政治清明 佛教才能兴盛 这两者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从历史的长流来看 凡是人间佛教兴盛的时代 国运就长龙 那之后呢 我们应该在下个星期吧 说以下呢 就就着佛教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以年代做进一步的叙述 这要分好几段 所以我今天就先带到这里 我要先打住 我想讲几件事情 首先呢 我要说 我要高兴 为师傅高兴吗 因为我们的人间福报社的社长 妙西法师当选台北新闻记者公会 第三十届的理事长 这个一般这样当选比较特别 是出家人当选 当然比较特别 但是在我看呢 就是 如果师傅在的话 应该是不生感慨的 因为呢 在台湾 台湾 发生这个921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没有人间卫士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媒体 发生的平台 没有 当时也因为 说不依国主 这法事难力 当时呢 我们也没有特别 说跟这个政治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也是酝酿在选举之前吧 就说不能让佛光人太过浮现 就有打压 所以我们整个救灾的工作 不然我当时都在 正央的那个台中南投县那里 我最知道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那但是新闻一个字都不提 即便是用了我们的照片 也说是别的慈善团体 就是真言说瞎话 都做得出来 佛光会的logo 背心义工这样穿着在那个灾区 但是都被说是其他的慈善团体 像这些 当时结束后 因为很多人就误会佛光山佛光会 就说佛光山那么大 为什么不出来做点事 我接到那些抗议的电话 我都说你没有在 你一定不是在这个灾区的人 你要是来你就知道 都是佛光山佛光会 当然其他团体都有 是大家一起 但是佛光山佛光会应该是最大的一股力量吧 那但是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新闻媒体 所以在那之后痛定是痛 我就听到师父讲 我们需要一个窗口 别人不公平不公正的报道 别人不替我们报道 还要污蔑我们 我们自己要报道 自己要说 当时怎么样困难 就创办了人间福报 在两千年 两千年的时候 创立了人间福报 当时第一任社长 空师傅 师傅拿了少少的钱给他说 你要帮我办这个人间福报 你要倒闭 没关系 四年后才可以倒闭 就要他先撑着几年 师傅带着书记师亲自 教他们怎么编辑 如何如何 师傅亲自作证 在督处 而且一开始 那个头条啊 都不是什么社会的 什么很吸睛的那些 不管是很辛辣的 血腥的 色情的 暴力的那些 师傅说不用 那些 人间福报应该报道 人间善美的 还宇收齐 人间万事 就这样 师傅写专栏 迷雾之间 这观念怎么导正 当时 很多人都说 大师啊 你这样办报 没有人这样子的 再有谁看 都没有什么特殊消息 新闻 师傅就说 我们要挖掘一些 人间的真善美 人间的真善美 也是新闻 新闻不一定是那些 很辛辣的 才叫新闻 结果后来慢慢的 竟然起了一番影响 也有一些大报 开始也有一些 比较 怎么讲 关怀社会层面的 这些 甚至也学我们 放在头条这样 他看了一天 看报 打开报纸 心情比较好一点 但是没想到 师傅这样坚持下来 当然历代社长 这样交棒 交到妙西法师手上 竟然他当选 李市长 我看了 我就说 哎呀 师傅 你应该觉得 对 就是要这样子 我觉得 我们师傅应该很高兴 当时我们是怎么样被 压制了 声音出不来 那现在可以 不但有一个平台 而且还被攻推 为第三十届的李市长 我看过去的李市长 哪些人呢 几位豹人呢 王 我是叫不出名的 王蒂武 于济中吗 都是这些老豹人 都是担任李市长 都要这些老豹人 我没有西法师很年轻 但是如同他的感谢词里头 好多好多感谢 因为佛光山是集体创作 所以今天真的 我真的很有感 就是佛教跟政治 他不能够完全挂在一起 但他也不能脱节 这个中间怎么样拿捏 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 但是我们不能够 好像完全 好像任人去处置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个范围 正好我看到 妙熙法师当选李市长 为他高兴 为人间福报高兴 为媒体的清流高兴 为我们师父的坚持而高兴 好 另外我也看到我们的 佛光大学的佛光学报 被国家社科院 评为是核心的 这个学报啊 这些 这些都是 大家都说 这佛光山 真的我觉得 大家看佛光山 在大师的指导之下 多面向的 有很多的人才 很多人真心的 很认真的在付出 真的是很高兴的 我最后再讲一下 各位听 今天听我的声音 当然不是很好听 但是其实 我第一天 没有声音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起的事情 我想到师父 师父在1997年 去罗马 跟当时的教宗 罗王保禄二世见面 回来之后 师父重感冒 但是呢 既定的行程之中 要录 这个有情有义的 师父的第一套 有声书 当时我其实在台北 道场当主持 我们常常要陪着师父 常常有事情要请示 师父也大部分在台北 当时我看师父呢 那应该是夏天吧 师父围着围巾 保护喉咙 不要再受寒了 然后跟我们讲话呢 我们问什么 师父都 真的 这仅尊医主 医生嘱咐 一句话都不能讲 师父呢 就把他 全部的声音 他真的都不讲 有时候他手写几个字 其他时候 任何人找他 师父从来没有那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师父 乖乖的 就这样 当热天戴着帽子 我也是围巾这样子 我第一个就想到说 哎呀 我应该把自己 这个嗓子要保护好 要学师父这样 真的难行难行 所以我说我第一个 想到师父 我第二个 还是想到师父 师父在 2016年 不是十月底 手术 脑部手术嘛 之后 不是就语言 还有记忆 有一点影响到 师父 要讲的话 讲不出来 那个内心的着急 我只能说 这个体会 我这次因为三天 都不能讲话 但其实 进入医院 下个月要农历新年 好多事情 就像明天要大扫除了 明天六号 我们今天 其实应该讲 昨天晚上 这傍晚 已经我们的法师们 义工们 先把整个道场 就是保护起来 因为大型的那种 抽油烟的公司 要进场 几年 没吸过 去大清理 清理之后 星期六 一整天 从早上九点 开始大扫除 工作分配安排 由高空作业开始 各位知道 我们是两层楼半的高度 不容易的 一年一次 大扫除 那星期天 早上 是光明灯 消灾法会 以及 这个护法委员的 功德回向法会 护法委员 太重要了 一年 一整年 让我们安心办到 把这个柴米油盐 日常吃出 虽然没有完全cover 没有完全够 但是 一半 一半有了吧 起码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所以这个护法委员 功德回向法会 就是这个星期天 一起合并举行 那下午再把 还没完成的部分 继续做完 我要讲的就是 很多很多事情要进行 但是医生说 三天 整个三天 一个字都不能说 我还真是做到了 所以前几天 都 我写的稿 然后由 能居法师 帮我 带读出来 就代表 我在跟大家 讲话的意思了 我想 虽然有点 克难 但大家都没有 见怪 没有嫌弃 还是一样 一直鼓励 还有很多人的问候 在这里一并谢谢 但是我只是想着 这是一份承诺吧 就是要努力到 努力到因缘到了 否则早安否光 不会停 一天都不会停 哪怕是这么的困难 还是坚持下来 我想用这份心意 让大家知道 会坚持的 一直到真的因缘到的时候 那时候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在可以努力的范围内 一定是 尽力而为的 好了 今天 先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那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进度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